《大美诗书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降纯 送李清照 醋把鞦韆 起来雍整 仙仙手 露浓花瘦 薄汗 轻衣透 剑客入来 袜铲金拆溜 何修走 以门回首 雀把青梅秀 刚才为大家朗诵的就是宋代词人李清照的点降纯 这却词将一位天真无邪 娇俏可人的少女形象 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故事发生在一个花瓣上的露水还没有消散的清晨 一位正值妙龄的少女在庭院里荡秋千 荡了许久 竟然有些微微的出汗 薄薄的衣衫也被汗水浸湿了 于是呢 她停下秋千 站起来柔柔小巧柔美的双手 这个时候啊 突然有客人来了 情急之下 她也顾不上穿鞋子了 脚上只穿着袜子就跑走了 因为荡秋千而松散的金钗也顺着头发滑下来 没跑几步又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 想看看这位前来的客人究竟是何许人也 于是呢 她带着一丝娇羞的面容 一边假装闻着旁边的青梅 一边啊 倚在门口偷偷回头张望 有人说啊 这却词中的少女 写的就是李清照自己 确实 李清照的少女时代 无疑是无忧无虑 而又惹人羡慕的 她出身在一户有文学艺术氛围的家庭 父亲李格飞是近世出身 在朝廷做官 母亲出身书香门第 也很有文学修养 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中 再加上自身的聪颖 李清照从小就才华过人 后来随父亲去了当时的京城汴梁 生活更是无忧无虑 这一时期写的词作都反映了 她在重门深院的生活 比如这却点降纯 就用隐晦的笔触 为我们塑造了一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却又对外面的世界 以及那隐约可见的爱情 无限向往的少女形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笔墨中国风 李清照笔下的少女是那般娇羞可人 让我们仿佛也回到了那个情窦初开的年纪 其实啊 少女形象在中国历代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少见 比如我们接下来要欣赏的这幅画作 藏于无锡市博物馆的清代画家费丹旭的《罗浮梦景图》 这是一幅极有代表性的清代式女画 中国式女画发展到清代有一个说法叫改费一派 改指的是画家改齐 那费呢 指的就是这幅画的作者费丹旭 他们都是清代式女画的代表人物 我们来看这幅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铺天盖地 枝条纵横的梅花 这些梅花虽然很多 但是密而不乱 很有张法 一位柳眉细眼 脸庞长圆的少女 出现在重叠的画之前 脸上还挂着一抹浅浅的笑意 少女脸庞的绘制 采用的是传统侍女绘画的三白技法 就是在额头 鼻梁和下颗 也就是下巴这三个区域敷上白粉进行提色 这是侍女画重要的开脸技法 我们之前也鉴赏过其他一些侍女图 而这幅画看起来却非常不一样 首先是构图 花枝占据了太大的空间 感觉对处于画幅下半部分的少女 形成了很强的压迫感 其次呢 这幅画要表现什么样的主题 画中的少女又为何露出 这样一抹似有若无的浅笑呢 我们可以试着从这幅画的名字 《罗浮梦景图》入手 来分析一下 我猜啊 这罗浮呢 可能指的是广东的罗浮山 罗浮山的梅花很有名 明代诗人高启在梅诗中就曾说过 一尊欲访罗浮客 落叶空山正眼门 那么梦景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会不会是画家梦中的景象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看似有点不协调的构图 也就无可厚非了 梦境嘛 不免会有几分虚幻的感觉 哪有这么多的逻辑可言呢 这么说来啊 这幅画还真的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 至于画中带着 蒙娜丽莎一般神秘微笑的少女 她为何会走进画家的梦中 又为何会出现在这样 枝条纵横盘措的梅花树下 这些啊 好像我们都无法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但是呢 凭借着画家对她的细致勾勒 以及她那娇美的容颜 我们或许可以猜测 她可能是画家偶然邂逅的甜蜜 或者是留存心中已久的念想 又或者只是莫名出现在梦中的神秘期盼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 一千年前李清照笔下那个 以门回首 却把青梅秀的娇俏少女 又或者就把它当作是 少年时代的李清照自己 那个无忧无虑 尽情享受生活赐予 尽情挥洒艺术才情 却也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少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